爸爸媽媽老了 我想要我 我想要用最好的生活方式可以 讓他們可以 完老或是陪媽媽 這最後一段路 但是陷在母親是感情不及犯者 母親又在便宜進行放下在寮廠中 父親冰心有中度新種 而且有當度友誤 過去曾經一個人在家 發生詠惠疫苗 做生會半生二三度堂胸 加不舒服 加上工作沒用 兩兄在冠廠中父親尚到一個位 費用四萬五千塊的擁護中心 給全人照顧 但父親在今年八月日落 才在擁護中心五樓跳樓輕輕 另外全人讓你一家有發誓 除了議員王家今已經咪眼中情 希望可以為人發聲 我有疑問的地方就是說 我當初去護家的時候 他們進去他們服務台 裡面最少都有一至三個人 然後 爸爸餘養留下的時候 一定會有聲音 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你給我的影像 你要給我全部 全部 我們把長輩有一些不得已的理由 花那麼大的費用 四萬五一個月 送去護理之家 結果 我們收到的 是失聲依據 主管單位一個台南市衛生協標示 對立概案 衛生協中的概率調查 如果有違規 將會開發單 當時也從客棟生理主凶 那時候兩位兄弟 怕出這個最痛 這個後續我們會請 我們會介入調查 然後 會請護家說明 那如果說 他有違反護理人員法的部分 我們會開發 那另外的話就是 我剛剛聽下來 我發現兩位曾先生 他們已經都有心理創傷 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我也是 大概要三五年 我才走得出來 所以我可以體會到 你們那種心情 尤其是又採取這種方式的話 你們的心理受創一定會更嚴重 所以後續我會請我們心理健康科 幫你們安排心理智商 王家正表示 台灣已經盡力靈靠高靈化 老人安慵照顧 是政府市場的重要課題 但如今更發生 讓你自家在大中部發生這種事 也希望市府主管黨委 要認真多多 必須暗示再次發生 既成長社會 蔡鳳佛